嗨 大家好 我是肉丝石金霞 今天我们聊一点小话题 聊一下美国的话题 拜登的国情咨文2月7号结束之后 共和党和民主党媒体上展开了互相的攻击 真的是互相的攻击 各种口水下 那么民主党就说共和党 你们在国情咨文的现场直播的时候 对拜登喝倒彩 抗议 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甚至有的人就说你们就是白色垃圾 那么这当然是一种 一种什么 一种这个非常非常过分的人身攻击 因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在国情咨文上呢 就是明摆着就是谎话连篇的 是吧 比如说就给那个共和党栽赃 说无中生有的东西 然后这个说那个说你们要取说他们共和党要要取消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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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其实根本都没有的事啊 那所以当然现场人家共和党又不是哑巴是吧 就能让你这样往身上破粪抹黑吗 肯定是要抗议的嘛 这抗议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啊 那我们中国人可能一想象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大会呢肯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对吧 你看这个无论是党代会也好还是两会也好那都得全场起立鼓掌是吧掌声经久不息 这个谁要是拍到你在这个主席做报告的时候打瞌睡呢你都可能乌纱帽都不保了是吧 你要到朝鲜的话那个鼓掌谁敢第一个停啊是吧 领导不停是吧 你第一个你敢停下那可能拖出去喂狗了对不对啊 但是美国就不一样啊是吧 所以你看在拜登这国情资源的时候那就是啊 这个卡玛拉哈里斯啊站起来哇鼓掌 然后所有的这个左派Democrat就都都站起来鼓掌啊喝彩 然后这个麦克尔啊这个这个凯文麦克尔斯就坐在这里一动不动啊 嘴角挂着这个啊这个啊冷嘲是吧 然后呢共和党没有人站起来啊 那么当然了那个列席的大法官人家也不站起来啊 因为他们不代表不不不不倾向于这个任何一方嘛 三权分立的第三权嘛是吧 这是很正常的啊 就是你啊你只能你们这个民主党在那喝彩 是吧那个鼓与呼不能我们共和党在这里抗议 是吧给他喝倒彩吗 所以这就是公平的 That's fair啊 Not unfair That's fair 这是公平的 嗯你要说啊给他喝了个道菜就成了白色垃圾了是吧 那你想想当初川普在做这个国情咨文的时候 坐在啊那个川普的背后的啊南希佩洛西做了什么事 是吧南希佩洛西把川普的国情咨文撕碎了当中大庭广众之下 嗯其实那都是违法的行为就不用如果要按照民主党这种说法来讲 南希佩洛西那就是白色垃圾中的战斗机了应该对不对啊那这是民主党攻击共和党啊我不是说了吗他们就互相攻击吗打口水战吗啊同样共和党这个在没在这个媒体上推特上啊然后这个 Youtube上啊还有电视台上啊也在攻击民主党攻击民主党什么呢 这个是个桃色新闻啊这个桃色新闻很有意思 就是一入场还没有开始呢啊然后呢这个拜登的老婆吉尔拜登啊然后呢穿着这个紫色的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是吧 啊然后入场呢就是啊就是他呢看到了这个啊贺锦丽是吧就是副总统啊也就是啊这个卡玛拉哈里斯啊看到他的丈夫啊那我们知道啊这个拜登的老婆叫第一夫人啊贺锦丽的老公呢就叫第二先生那么第一夫人和第二先生呢就他们俩做了一个呢 非常非常非常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感到诧异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们要要这个互之问候嘛结果怎么问候的呢 说吉尔拜登呢和啊这个卡玛拉哈里斯的丈夫呢他们俩就亲了一下嘴啊 啊Kiss on lips就是嘴唇啊就两个人就是亲吻了一下啊 然后这个呢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火爆起来了尤其尤其是这个共和党的啊这个媒体啊然后呢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这个党员们呢是吧广大人民群众啊然后纷纷把这个照片啊小视频呢然后结出来纷纷转发 然后还有好事者呢去采访这个卡玛拉哈里斯说你如何啊这个评价第一夫人亲吻第二先生啊这个Kiss on lips啊因为其实这个正式场合的礼节人们要亲吻的话或者亲吻额头啊或者是脸颊呀是吧啊对那个那亲吻嘴唇呢这个确实啊就是好像很多人从现在来看 这必须得是一家人啊情侣啊是吧这个夫妻啊是吧你这个第一夫人怎么去亲吻第二先生呢是吧你要知道那个这个第一先生和第一女士是吧都坐在前面呢是吧你这个这个这这个子不好闹了吧是吧啊然后结果这个人们去采访那个卡卡玛拉哈里斯呢哈里斯怎么回答哈里斯 Dunplay it我们叫Dunplay it呢就轻描淡写他说啊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说那你现场没看到你没看到那个那个视频吗是吧视频就这个全网风转 哎呀我也没看到啊是吧我当时这个呃只是关注啊这个总统的这个演讲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吧国家大事是第一重要的那么事后呢这个这个国事繁重是吧我根本没没时间去刷这个东西没看到 哈哈这肯定是肯定是在装糊涂了是吧所以呢媒体评论就是卡玛拉哈里斯Dunplay it 哈哈啊把这个啊这个亲吻事件啊接吻事件轻描淡写啊那么这种轻描淡写也意味着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觉得这件事可能不太好所以呢不愿意正面回答就说我不知道我没看到啊我不关注我不关心啊那么那么是不是第一夫人亲吻第二先生啊这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呢咱们是中国人呢 是吧我们中国人你说我们啊当众甚至拥抱比如亲吻脸颊亲吻额头我们都觉得有点肉麻是不是啊很多中国人的家庭里边彼此也不会说我爱你我想你是吧也没有这种亲吻拥抱的习惯哈啊这个以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呢肯定是太过分了怎么能这么做呢是吧但是啊我们得站在美国的这个习俗来看是吧 也不是说这个欧洲是吧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这个风俗传统嘛哎然后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啊实事求是的一个人呢哈哈哈哈你看我平常啊做节目啊这个谈笑风生是吧但是其实我不是嘴上没把门的啊 然后呢我就采访了一下我们家斯蒂文啊斯蒂文呢出生在美国是吧啊然后呢又少年时代曾经呢又在这个欧洲生活过啊十几年然后呢又在美国读的大学啊 啊他在美国十一岁之前是在美国的然后呢这个十十一岁啊之后啊大概呢就是在十十八九岁啊就是是在欧洲然后后来又回到美国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纽约大学毕业之后又回到欧洲又工作了一段十几年啊然后呢再后来结婚又回到美国所以他对欧洲啊对美国呀是吧这个啊风土人情都比较了解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 这个第一夫人亲吻第二先生这个Kiss on lips这个是不是失礼的一件事呢我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他就回答说It's not a great deal不是个什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他说他说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要到要到那个餐馆里去打工有美国的学生啊就是人家上了大学人家都不管家里是什么条件 啊这跟你家庭条件好来没关系啊就史蒂文他那个家庭条件是很好的他爸爸是医生啊很很早就获得了这个啊这个这个经济上的自主啊然后就很早就退休然后一家人就过闲云野喝的生活 在史蒂文上大学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学习成绩好他爸爸给他奖励一辆宝马 经常会给我追忆当年的似水年华啊那么然后呢就是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到餐馆里去打工啊他说我在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经常会有一些那个老太太啊 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说我有段时间不去了啊然后看到了或者说啊什么时候 这个什么呃呃节日假日啊表示祝贺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他说经常会呢就是啊过来啊 啊然后拥抱然后亲一下嘴唇啊他说这是挺常见的他说但是呢这是属于就是那种年岁比较大了人啊年岁比较大了人就被老太太会这样做啊 但是你这样一想呢就会你你去想一下这个这个基尔拜登也很正常啊基尔拜登不就是一个老太太吗是吧 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吗是吧 哎那么这个这个第二先生呢不就是这个年龄就就就跟那个我们家斯蒂文的年龄差不多吧 也就是这个五六十岁啊所以说他就是一个老太太是吧 哎呃在那种很很很激动人心的场合他老公马上要做这个国情咨文了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这个盛会 然后又看到啊这个老公的搭档是吧哎第二先生然后两人都很开心是吧然后老太太上来亲个嘴唇啊是吧 注意他是呃kissam lips不是kissing mouth啊没有是没有诗文没有蛇文啊就是碰了一下嘴唇啊 那么这个斯蒂文说他说其实这不是可是不是个什么大事啊 这就是一个啊在美国的生活的久了特别是一些老人家们啊这种这种就是在很高兴的时候啊 然后这个去啊对晚辈啊然后呢就是亲一下嘴唇是吧 这个是表示一种啊这个开心啊然后呢他说就就像你贴面里啊什么的一样的 然后他还问我他说你们中国呢我们说我们中国哪都不亲 脸颊也不亲额头也不亲嘴唇更不亲了我们他说我们我说我们中国都不怎么拥抱 他说那你们怎么我们中国shake hands握手 哈哈哈哈啊然后或者拍拍你的肩膀拍拍背呀什么之类的 把他把他给逗坏了啊他说但是在欧洲不这样 说欧洲不会说啊就是亲嘴唇啊他说这个呃这个但是美国啊呃确实老一辈人里边有这种啊就是 尤其是在一种比较私下的场合里啊就是家庭聚会呀是吧朋友聚会呀就这种私下的场合里 他说你要说他这个不太合乎这种礼节吧他说也说的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毕竟你这是一个什么场合呢你这是一个庄严的场合呀是吧你是一个公共的领域啊 你想啊那在在现场那那就要上好像有1000人左右吧现场的人 因为什么每个人每个什么参众两院都可以各带一个人然后总统也可以邀请几十个人 那个呃这个众议众议长也可以邀请几十个人然后还要这个法官们大法官们 然后还有就是邀请来的以国家的名义邀请来的一些英雄们啊一些啊这个特殊的人物 他说现场人还是蛮多的啊呃而且是面向全国播放的那么一个一个活动啊 他说他说他应该就是当时太激动了然后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场合啊就是就就就就有点当成 两家人的私家聚会了是吧没想没有去意识到哎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啊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共的场合啊 所以说你要说他啊是一种啊这个啊什么色情吧是吧我们看中文圈里有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啊要想当好总统必须 呃头上要有一点绿是吧啊甚至还有说啊说你看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是吧乔拜登是专门亲吻小女孩啊 啊闻小女孩的头发是吧哎摟小女孩的腰哎然后他老婆呢是吧亲吻那个年轻男人啊当然吉尔拜登的了这个 吉尔拜登相对于这个卡玛卡玛拉哈里斯的老公来讲那肯定是卡玛卡玛拉哈里斯老公还是是个年轻的男人了是吧哎亲吻年轻男人的嘴唇说你看真是两口子啊果然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甚至还有人说那好了是吧那这个乔拜登啊如果啊这个还有卡玛拉两个人要觉着心里的不舒畅是吧下回呢乔拜登可以呢搂住卡玛拉的腰是吧亲吻卡玛拉的头发 是吧哎这个还礼了就嗯可能卡玛拉但是卡玛拉可能对于乔拜登来讲年岁太大了是吧乔拜登只喜欢小女孩的头发啊小女孩的腰枝 哎呀这个这个这个这一类啊像乔拜登亲吻小女孩的头发啊这个搂小女孩的腰枝这样的视频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但是实际上啊有一说一啊有一说一啊这个啊第一夫人亲吻第二先生的嘴唇啊这个算不上是一个讨色事件啊不也跟什么绿帽子什么的没有关系啊啊实际上他就是说是一个什么 就是呃没有注意场合把这个应该就是啊就是两家私下聚会啊小场合的那种朋友聚会啊啊这种啊亲吻一下嘴唇呢在美国来讲还是是是比较比较啊country style的啊 就是他不是那种啊就是high class上流社会的啊那么有可能这个杰尔拜登呢就是啊这个在上流社会还是不是特别习惯啊哈哈哈哈 哎所以呢你常常我们看他有很多穿搭呀是吧穿着桌布就出来了对不对啊啊这个可能是有再有呢可能年岁大了吧在这种场合之下呢就是啊有点进退失去太激动了是吧啊就忘记了是什么场合啊你要说他失礼呢你也可以说他是有点失礼啊因为呢毕竟不是你们的啊私人聚会是吧 但是你要说啊非得往啊桃色事件上靠边这其实就是小题大做啊也就是没事找事啊实际上呢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啊这个两党之间呢经常是啊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啊这个你我攻击你你攻击我啊这个制造很多花边新闻是吧这边说骂他们啊起哄家秧子是白色垃圾是吧啊然后这边 就说你们是吧有事简点啊绿帽子满天飞是吧哎所以说哎这是也是人民群众呢就是来看戏的对吧哎大家都很热闹啊然后这个小视频啊照片啊满天飞啊今天呢就给大家聊这么多哈所以呢这是我的观点啊这个跟大家呢分享啊那么嗯当然了还是还是 嗯要注意啊就是要注意啊现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啊美国人呢基本上都是情侣啊是吧啊这个夫妻呀啊然后才会说在公众场合啊kiss on lips啊然后一般的朋友啊是吧啊那么这个亲吻呢其实的确还是亲吻脸颊额头啊哈哈这个或者在那个什么啊这个一些什么 场合是吧可能是吻一下手是吧啊但是那种场合好像就更加戏剧化的drama一点了是吧邀请他跳舞了要是吧哎所以呢这个啊还是啊失礼肯定是失礼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OK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啊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也欢迎大家 赞赞赞赞赞赞赞哦